首先毛泽东当时就说了 现在谈爱国 那是爱谁的国 蒋介石的国吧 少数人的国 他们少数人去爱吧 这真的是 现在置地有声 正无发愧 毛说一个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 有什么脸面代表这个国家 爱这样的国家 就是对祖国的背叛 是的我知道了 我也学习到了 还有呢 毛泽东他在44年6月12号的时候呢 答这个中外记者团的问 里面讲到的就是说 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 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 当时新华社也有社论 就是说不能因为国民程度不高 而拒绝民主 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 当时就是说 应该要有一人一票的这个选举权 对吧 蒋政府它的借口呢 跟现在的这个说法 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说中国老百姓 现在素质不行 然后受教育程度不高 所以呢 我们是弄不了民主的 就像现在就说 哎呀我们中国14亿人太多了 然后大家这个受教育程度还不高 经济比较落后 我们搞不了一人一票的这种选举制度 那当时呢 这个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 还有毛泽东 他们就写了非常多篇的文章 进行了很好的这个驳斥 他说这个反民主政治论者 就说民主政治是好的 但我们的国民不好不能实行 他们说我国人民 速来缺少教育和自治的训练 如果贸然实行就要产生不好的结果 所以现在实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 不是今天的事 是若干年以后的事 他们希望中国人民 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 欧美资产阶级 民主国家那样 再来实行民主政治 是不是跟现在一模一样的说法 于是呢 他们是怎么驳斥呢 就是说言论 出版集会结社 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这是提高民众教育程度 和自治能力的有效方法 也是实现民主政治 加强民众运动 争取抗战建国 最后胜利的重要任务 曾经说出来的话 现在拿出来就是啪啪打脸 啪啪打脸 然后七哥以前 他就经常吐槽 他说这个毛泽东 当年他们要上位的时候 他就给中国老百姓 就是画大饼 常年画大饼 专业画大饼 一百年 主打的就是一个叫做 满嘴谎言 他画大饼 说我们要给中国老百姓 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 你看他现在抨击美国 抨击的很开心 对吧 当年人家是很支持美国的 很欣赏美国的 很羡慕美国的 说我们不害怕 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我们都很喜欢 美国的民主和自由 然后我们中国共产党 尚未成功之后 执政之后 要给中国老百姓 拥有美国式的 民主和自由 一人一票选举的权利 然后还抨击当时的 蒋介石 你这一个专制政府 你居然不给老百姓 选举权 一个不是人民 选出来的政府 有什么脸面 代表这个国家 爱这样的国家 就是对祖国的背叛 蹬你 翔 l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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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